毛死吧 毛死吧在旁边 毛死劝一下就转进去了 大家不要管 让他们好好的打 我曾经想把自己过去十年的人生去写一本半自传体的长篇小说 然后写完之后就成了这一部短篇小说机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整个剧本做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一开始就已经定好一个基调 就是我想做一部万家灯火一样的电影 虽然这写的是南京的 但是我想在重庆拍 因为我觉得这故事 它就必然的发生在重庆这种 具有人间烟火色彩的这么一个城市 我第一次拍的重庆是《好奇害死猫》 《好奇害死猫》 到重里的全世界路过了整整十年了 十年了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电话 其实我既要把小说中间的气质表现出来 我要用影像记录出重庆这个城市的变化 在我选择演员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有着急的 看你话说 好了 有个话 你再次拿刀 拿刀 其实哪怕在开机前一天 找到跟这个角色有缘分的那么一个人 那这次这部电影 我觉得组合就非常棒 就很契合整个故事 就这么大都不在啊 猪头 抽了 抽了 傻屁 放手 拍打戏是一定会受伤的 就是大大小小的 其实已经习惯了 对每个演员来说 都不是一个迷一样的东西 大家都跟他认识很久了 出风了 这部戏的第一个大业 辛苦了大家 拜拜 他说我不想要你台上的东西 一旦观众笑了 肯定就不是猪头了 说那好难啊 他说你试试 你调整一下情绪 第一燕子抛弃了你 你应该很痛苦 第二 你连燕子去哪你都不知道 你应该哭 我开始对这个人物 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好看 整个重庆的夜晚为你而闪耀 导演想要的那个情绪 我知道了 最后我开始跑 一直跑到车 没眼跪在地上 我自己的人生 就断了那种 哇 实力派啊 认真地说 觉得导演真的很辛苦 早出晚归 天天熬夜拍戏 也没有瘦 这个鸡叫头片是这个点 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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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三点 把三点高一点不行吗 你一把椅子上去 别跟着咬上来 来 老天走 我觉得我不能松懈 不能因为我的松懈 把他们的努力白费了 每一关我们要苛刻地卡住 就是为了 让所有人的劳动 完美地呈现在地上 牛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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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看一下 焦雨的那些人 他们也很冷 那个水枪是像花洒一样 这样下来 一直焦着 更辛苦 真的就是真的 雨和人在一起是雨静 因为我始终对演员是静媚的 就我觉得我不能辜负她 因为我太喜欢这事了 上去这个地上 在这看一些事情 你就配合店 住屋的 本来我其实秋空 我是选的另外一个场景 那场景一个鼓鼠 是吧 也挺棒的 但回来我还是在想 我觉得一定要拍一道错五 因为冲步是很困难 一定要在哪排 因为小说字这么写的 我不能放弃 草草的姿势也还可以 踹气有点 到了道成以为 以为有高原 导演不会让我们跑了 从重庆跑到高原 到了就有反应 道成好像也跑了十几次 我打过来就跑了 我用高原 打你用的 慢点 披不上痒 胸闷 觉得很疲惫 就想睡觉 就有点不舒服 OK 闯上了 太累了吧你 闯上了 其实那段时间 我说实话回屋 有无数个想逃下去的念头 呼吸好累 坐车上想睡吧 吃不了 你半肯困想睡吧 为了表达这种情绪 我就打了一场篮球 在高原上 我是一个喜欢尝试的人 其实也是为了发朋友圈 热闹的那个街道的感觉 这个我拿呗 你先给 过去买东西 买东西 给你个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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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脸 那个小脸 那边书上有三个爱衣 特别可爱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 给你的感觉 都是非常的真诚 非常的朴实 他们特别的愿意去帮助你 这个村子一共是16户人家 100人都是贫困户 所以说我们想通过旅游 让它发展起来 老百姓自发的 知道你们要来 拿了最好的 牦牛肉呀 奶酪呀 清磕饼呀 酥油茶呀 清磕酒那些 来来招待你们 这里 那样吗 那些孩子呢 那个眼睛里散发的那种 纯天然的 就有的时候 你是需要去这样的地方 洗一洗 所以你到那你会很感动 你处处都感动 我在 现在哪个城市都长一样 长成一样 我觉得很可怕 在这儿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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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城市好烦啊 铺不了死 你最后还得入死 你不管是在躲避命运 躲避爱情 躲避人生 最后你还是要回到这个世界 这是这个电影对我最大的锻炼 就不断的有各种状况 因为高原上的这个气候变化播放 我们拍《求婚》那场戏 我们需要蓝天白云 一去的时候 整个上午的时候 心都凉了 乌云密布 一天了导演 都不有 到了中午的时候 太阳终于出来了 蓝天白云终于也有了 节目时间到了 什么节目 咱们的节目啊 你太大了 你太大了 我们在海拔四千多米 很冷就又吹了一天的风 后来往晚山上还下大雨 我就抓人了 就下山的时候 就耳鸣 就觉得有点困难 坚持不住了 草门热而起了 不老 这不老 你还呼啦呼啦的 这都反过头 我都没有动 你这呢 你把这个都拿 这样架子了 赶紧就把这个拍了 现在显得这个就拍不了了 咱们就不玩了 你想的就是 一定要扛住 保证这个电影的质量 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兄弟 饭迷糊了 我们吃饭了 喝水了 他没说一段台词 每拍一下就是西洋 因为我自己就 我知道那个难受 很不舒服 我觉得高原反应 真的不能和拉肚子一起 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再强的身体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我当时非常担心 但是不敢说 在现场不敢说 不敢再刺激那个氛围了 是连结局 大火 不要 不敢猜 得要得要够 西洋是不是 第一点不行吗 五十三口 把眼鱼蛋拿过来 快点 没问题 我打了两口就行了 这影也是人能收到 没事 能不能往后吧 叫他们别跑 你们叫住屋车开一趟现场 他们跟孙子院一样 对养鸡都没练了 去找回来 找的人也别跑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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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哭了那么久了 没事 没事 洗澡 接完养之后 爬起来接着在工作 剥着鸡蛋我就哭了 你剥一个 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吃鸡蛋 反高反是吧 很饿的 我们有很多的同志倒下了 导演刚刚也说他的心理压力很大 因为全组有个部门的人 很多人都倒下了 吃点鸡蛋 补充一下 突然那一瞬间 吃着鸡蛋就把你所有的东西给冲掉 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其实像拐杖一样 大家互相传递 互相掺服 马上给你吃个鸡蛋 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 它能给你的那个力量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车子 是软热 是软热 行 软热 现在要是吃鸡蛋 他想吃飲食 他想吃飲食 想吃飲食 他想吃飲食 想吃飲食 想吃飲食 要吃飲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